申巴体坛三次皮 一针这期看到底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只篮球 今天啊 胖只跟个球迷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篮啊 我们知道 目前呢 距离着东京奥运会的正式开幕呢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了 那么可以说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 虽然说我们的男子三大球项目 是吧 都没有进入到奥运会 但是呢 我们的女子三大球 却携手都打进了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了 那么在这一次的奥运会即将来临之际 那么我们的女子三大球项目也都会陆续迎来自己的奥运会的监目战首秀 那么首先 第一个出场的三大球项目呢 是中国女足 大家都知道 在奥运会开幕式之前 是吧 奥运会开幕式是23号开始 而我们中国女足呢 21号就将会迎来首秀 其次呢 是我们中国女排将会在25号迎来自己的首秀 而中国女篮呢 将会在27号迎来自己的首场监目战 球队呢 将会迎战小组内最弱的一个对手 波多黎各队 那么可以说这一次中国女篮 我们整体的一个分组形式来看的话 我们跟澳大利亚 比利时 波多黎各 这三支球队 是分带了同一个小组 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在小组内争夺一张出现的门票的话 目前来看 中国女篮我们想要直接去扳倒澳大利亚女篮 目前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为澳大利亚女篮这一次虽然说坎贝奇不大 但是呢 整体的实力还是在中国女篮之上 虽说在这个小组内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奥运会的争金热门球队 我们中国女篮肯定不能够跟他们硬磕 因此呢 我们在跟比利时 跟波多黎各这两场比赛中 我们要争取击败这两个对手 只要击败这两个对手 拿到小组前两名 那是可以稳稳的锁定一张小组赛的出现门票的 因为按照奥运会的出现规则来看的话 每个小组呢 四支球队 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 还有三个小组的 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可以晋级 所以说中国女篮这一次比赛 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这样一个出现权 握在自己手中的话 就争取拿下波多黎各 拿下比利时 就只有这样 才能够锁定一个小组赛的出现门票 那么对于中国女篮来说 尤其是我们的奥运会的揭幕战 将会在27号晚上8点正式开打 那么这场比赛 对于中国女篮来说 尤为关键 面对波多黎各这样一个小组 对内最弱的一个对手 我们如何能够做到 是吧 拿下一张开门红 为我们接下来的比赛 奠定一定的自信心和基础 那么这将会是起到一个直观重要作用的 我们拿下了波多黎各 意味着中国女篮 我们在出现的道路上 抢占了先机 但是如果说我们第一场比赛 咱说句不好听的 抱了冷门 输给了波多黎各 那对于中国女篮来说 我们就真的不能接受了 因为接下来 我们就被推到悬崖边上了 我们想要去拿下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的话 或许拿下这个两年生的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说呢 对中国女篮来说 第一场比赛 首秀即生死战 对吧 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 所以说首场比赛 对于姚明来说 对于许立民 对于中国女篮的姑娘们来说 大家必须要万众一心 众志成成 全力以赴 拼下这场胜利 而且我们知道 今年中国女篮 我们在奥运会上的关注度 肯定是比历届的奥运会 都是要高的 因为今年中国男篮 37年以来 首次无言奥运会 所以说呢 所有中国篮球人 把所有的目光 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到了 这支中国女篮的身上 而且呢 这支非常年轻的中国女篮 我们知道 在这一次奥运会开打之前 相关方面 给出了一个奥运会的 12支女篮的实力榜 排行榜来干的话 中国女篮 虽然说年轻 虽然说队内 没有特别大牌的球星 但是我们却靠着 我们的神秘性 我们的技术特点 我们的一个年轻的优势 等等各方面 综合的战斗力方面 最终被排到了第四位 足以看出这一次 我们中国女篮 已经成为了这一次 东京奥运会上的一个 夺牌的热门球队 所以说中国女篮 这一次的比赛 我们首先不要看低自己 其次 我们要打出我们应有的 自信心和战斗力 再打出我们的神秘性 打出我们的一些 内线的双塔的特点 外线李梦这个点的 核心的特点 对吧 把我们的三叉戟 充分的利用好 内外线多点开发 充分的能够把我们团队 篮球的优势给发挥出来 而且这支球队 整体的阵容 年龄框架 是非常年轻的 我们在体能上 是比较充分的 所以说整个比赛 我相信其实越往后打 中国女篮的优势会越大 所以说中国女篮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 这些体能的优势 我们这些技术特点 发挥到极致的话 中国女篮是一定有机会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去创造一番奇迹的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女篮的首场比赛 将会在CCTV五家频道 27号晚上8点 进行现场直播 那么姚明呢 也将会现场担任领队压阵 那么我们也是 共同的期待着 这场比赛的到来 期待着中国女篮能够不负忠望 不如使命 拿下一场开门红 来横扫伯德里格 好了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谢谢聊到这 喜欢胖州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二厅 聊点球